大家好,我是Susan 我一个月之前呢,有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就是把这一棵卡特兰呢 分成三棵 用三种不同的种植方法 现在是一个月 来给大家更新一下它的结果 目前的感觉呢,看起来呢 是传统的种植方法最适合的 你看它长了两颗新芽 这一棵 还有这一棵 而且那个甲林镜都很饱满 挺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水培 这个桃栗拌水培 桃栗算起来很慢 没什么进展 可能跟刚刚开始我这个水位啊 很少有关系 因为我怕它浪根 所以水位比较少 我这几天呢,才把水位给它加高一点 它这个有点皱皱的 不过感觉也还可以 就是没那么明显 就是没那么明显 那我们现在大家再来看这一棵 这一棵是 纯水培的 纯水培也不错 它也花了两颗新芽 这边有一颗新芽 这边有一颗 这个有一个,然后再另外一个 可能它那个保水比较多吧 这个我里面有换一点点桃栗 你看它长得新芽 这个 这个我是给它纯水培 因为我这个桃栗只是一点点 因为它有浪根 我给它放一点点 在下面而已 我就把它当成是纯水培 所以呢 这个月的结果看起来呢 在我们这边呢 还是这个传统的种植方法 是最明显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纯水培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桃栗半水培 一个月之后呢 我会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他们的最新赚款 谢谢大家